這邊用狼胚的形狀跟AI去選擇 這篇論文得到 我們知道四管嬰兒得獎 其實得獎有一個醫師 就是Dr.Stapto 胚胎師叫做Edward 那Stapto死掉了 所以要頒獎給諾貝爾的時候 諾貝爾不頒獎給死人 只頒獎給活人 可是那個時候Edward 他已經腦臨痴態症 他根本不曉得他得到諾貝爾獎 所以Edward他是胚胎師 就好像我們醫院的林指針 就是他得到諾貝爾獎 可是他不知道他也死的 那這一篇論文是得到Edward講的研究 他在比較 第五天囊胚你是用AI去選擇 那這個總共含瓜了六個國家 18家四管嬰兒中心 總共有將近1萬張照片 總共有10年的研究 總共有4700個四管嬰兒病人 算是很大的 他要去看這個胚胎有做PGTA的設理正常 跟高分低分有沒有關聯性 尤其是如果我用AI去選胚胎 用電腦去選胚胎 會不會提早當爸爸媽媽 會 縮短的時間 縮短的12.2% 第一個數據 第二個數據要大家記得就是說 假如我們的胚胎的分數有2分到0分到10分嘛 那高分就是9分到10分 這個我們大概下個禮拜會來接你進來 我們大概就會開始 這個胚胎幾分 9分10分 7.5分到9分 2.5分到7.5分 小於2.5分就是做多的 所以9分到10分 他的成功懷孕的機率是64.6 1顆 1顆 那如果0到2.5分呢 29 算30好了 所以分4由高到低 他的懷孕率是64降到59 降到54降到29 所以分4越高 也意味著他染色體正常 請注意喔 這個是沒有做染色體的 那分4相對於染色體也有正相關 所以總之 這一篇他提出來的一個結論就是說 電腦經頭頭電腦經胚胎 人工智能用來胚胎的選擇 在沒有PGT的前提下 他有辦法去看這個胚胎 是不是可以走場 不過反正我們最近有一個案例是 兩個胚胎都已經孵化出來了 結果胚胎 PGT 竟然是染色體育場 那昨天有一個病人有8顆都孵化出來了 4顆去切全部都正常 那我就在跟子文討論說 那個2顆都不正常 那個如果用AI來判一定是 這個是9到10分這個class 那所以說 我個人覺得如果真的要選胚胎 還是乖乖的PGT會比較準 不過這一篇因為是得到FWAR論文獎 所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跟我們下個禮拜 有一個Jerry會進來我們醫院的實驗室 所以跟大家分享 到底電腦鏡頭頭電腦鏡胎是甚麼事